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楓 今天我要來跟各位介紹我們一生樂昇華的MDF耗材 那我們以往買樂昇華印表機回去做樂昇華轉印的時候 我們只能坐在排岸山或者是一些其他材質上面 那很多客人問說,那我們是不是有其他的商品可以來製作樂昇華呢? 我們現在就推出我們最新的樂昇華MDF版 那這個板呢,其實上面有經過特殊的塗層 所以我們可以將我們的樂昇華紙轉印到我們的MDF版上喔 那接下來我來跟各位介紹說我們MDF有哪些素材喔 那首先第一個,我們有MDF的時鐘 對,然後再來我們還有MDF的門牌 再來這三個有沒有看到,MDF的拼圖 還有我們有MDF杯墊,倒數第二個 我們還有MDF的行李掛牌 最後一個呢,我們就有我們的MDF鑰匙圈喔 那以上這些呢,我們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形狀 想要了解有哪些形狀到我們官網上面搜尋 就可以搜尋到囉 那接下來呢,我會為各位示範我們如何製作MDF喔 接下來呢,我們來教各位如何製作MDF版喔 那首先呢,我們已經預先將我們的熱身滑指輸出好了喔 那首先,將我們的熱身滑指準備好 以及我們這次先做我們的行李掛牌 那MDF呢,其實它在做之前它有一個透明膜要先撕除 因為它是為了保護我們上面的塗層 有沒有,將透明膜撕除 撕除完之後,我們才可以來製作我們的MDF喔 好,我現在撕掉了,那我就將我的圖一樣 做法跟熱身滑一模一樣,就是反面蓋上去 然後黏耐熱膠帶 耐熱膠帶 耐熱膠帶 對好,對好位置 對好位置之後呢,一樣放上去 放上去喔 那我一樣會蓋一個蜥蜴湯片 讓我們燙板不要直接接觸到我們用素材 那我就可以下壓 然後設定的溫度秒數 我們是設定180度40秒喔 那我們現在就等它倒數 那我們就打開 打開之後 我們就來看我們的行李掛牌 喔,已經上去了 然後我做的呢,其實是我的 影片的LOGO 我的LINE 這樣子呢,我的行李箱出去的時候就不會被找不到 好,我行李掛牌先掛上去 完成,行李掛牌就這樣完成喔 好,那再來我們來做我們的MDF杯墊 一樣先將透明膜撕除 透明膜撕除 透明膜撕掉 那我們這次做 我們來做一下我們台灣的土 對好,我們先板過來對洗 對洗 對洗,我們用耐熱膠帶對位一下 最好照樣要轉過來 對好照樣要轉過來 蓋上吸力旁邊 推進去 好,下壓 40秒 好,時間到 這樣打開 然後將我們的抽屜式平常機 抽出來 這邊一定要完成喔 顏色真漂亮 顏色真漂亮 完成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做我們的MDF拼圖版喔 那我們MDF拼圖版呢 其實我們很多的客人會說 欸,我們如果要做人像Q版的要怎麼做 現在呢,我們其實用手機APP 我們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Q版畫囉 所以呢,我們如果不會畫圖 我們也可以用手機來幫我們制圖 然後再用我們印表機輸出喔 那接下來我來做MDF版給各位看 那一樣,這是我們的Q版畫 好,我們一樣擺上去 擺上我們的拼圖 將位置對位 確認好 好,時間到 打開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 拼圖囉 Q版人像拼圖 哇喔 哇,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完整 可以看到我們的墨水 墨水已經完全凸上去囉 顏色是非常的飽和,非常的鮮豔 好,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我們的MDF製作過程囉 歡迎各位如果想要了解熱身滑轉音的技術 或者是想了解我們MDF耗材 趕快跟我們做聯繫喔 我们下期再见